勇士赢了就在两天前,火箭队先赛季主场节目战备踢鼓队是一顿胖走,半场被对手打出了71分的高分。 你们说,作为上赛季西区常规赛第一的球队,这样的表现丢不丢人,可两天后,勇士队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球迷,没有最丢人只有更丢人。 在今天与爵士队的比赛中,未免冠军硬是在半场,失掉了整整81分,比火箭队还多10分,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就这样的表现勇士队最后居然还赢了。 你们说说这勇士队是不是故意如此啊,是不是故意丢这么多分给火箭队看的啊? 那些戈贝尔北赛季虽然才刚刚开始,但全联盟都在针对勇士队与火箭队的趋势依然形成,上一场火箭队输球,正是因为提湖队破解了他们的死亡无效,才会被虐得如此之惨。 今天,面对爵士,勇士队同样介入到了对手针对性的防守策略之中,整场比赛未免冠军都处于追赶的状态。 如果你看看双方球员的数据统计,会发现在杜兰特和库里德奔双双上30的情况下,勇士依旧被动,这足以表明外面冠军今天打的是多么的艰难了。 不过好在勇士队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,在球队不断的调整下,他们最终还是收获了一场胜利,而能够拉下爵士,正体现出了他们与火箭队最大的差别,那就是强者的觉悟。 库里连续四年处在联盟之边,荆州人每个赛季都会遭遇到所有球队的挑战,从之前到那次到后来的雷霆,再到如今的火箭,未免冠军每个赛季前都会做好应对对手变化的准备,他们知道自己会被研究,会被分析,他们上个赛季的杀手锏,可能在新赛季就会完全失灵, 因此,现实情况要求他们必须不断的调整,不断的改进,只有这样才会立于不败之地,而火箭队作为先进的强队,在这方面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,第一战败羽提湖之手就是最好的证明,羽提湖队的这一战,至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出,火箭队在技战术上有什么变化,除了不停的变化着死亡无效的人员外, 德安东尼几乎什么也没做,有人说他是在实验新的阵容,但在我看来,他是因为拿提湖三高完全没辙,才会做出这样的调整, 手眼失败寄希望与上赛季的杀手锏可以在新赛季继续保持优势,这样的心态本身就落了下风,大家都是靠打球吃饭的, 明知道你有优势可能不想出破戒指法吗?难道还真站得不动让你打不成? 以前,火箭队是挑战者,如今火箭队同样成为了各支球队研究,并且希望击败的球队,如果修斯队人还没有这样的觉悟, 我看他们办场的这七十一分就算是白丢了。